好 再來呢 我要跟你們分享的就是耳環 耳環的話算是我的視頻裡面最大宗的一個 嗯 視頻類別 因為我覺得耳環是在臉旁邊 所以它是最容易讓人家一眼就看到的一個東西 所以最有一個點綴的效果 因此我耳環買的最多 好 首先呢 我要先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連串的 流蘇耳環 那流蘇耳環的話呢 我自己是依照我想要的那個顏色去購買 然後還有長度 那像這個的話它就是紅色的 它上面有一個小紅珠 然後再來我又買了另外一組 是像這個 它就是一黑一墨綠的一個短流蘇的耳環 那這兩個流蘇呢是不同賣家的喔 一樣我是用關鍵字去找流蘇耳環 然後流蘇耳環的話呢 我發現便宜的流蘇 它有可能會這個下面的流蘇的份量很少 就不漂亮 或者是它上面這個耳墜 耳溝跟這個耳墜的地方 連接的地方做的不夠漂亮 我也不會買 所以我最後買的這三對的流蘇耳環呢 都是價格稍微比較高的 第一它的耳溝這個地方呢 都是做唇影的 然後再來就是它下面這個流蘇的份量都很多 而且它這個流蘇呢都是 質感好的流蘇 就是摸起來非常滑順的那一種 很鼓溜 再來就是耳溝跟耳墜的地方 都是做得比較精緻比較漂亮的 所以這幾款也是 蠻推薦大家 然後連結放下面好 特別說一下 這個流蘇耳這個紅色的話呢 因為它的流蘇是比較粗的綿線 然後是比較不容易變形的那一種 所以我通常都是隨便擺它 它都拿起來之後 它就是還是會垂得很漂亮 可是這一組呢 就是這個短板的流蘇耳環呢 它的綿線非常的細 很容易變形 所以我通常都會把它 放在這種筆刷套裡面 就給它套在這樣子 它的這個毛就不會亂飛 因為我有一次就是只是擺在桌邊 可能擺了半天吧 它起來就變得 你知道就 彎 就彎了一些很奇怪的形狀 所以之後不得不把它好好的收藏 那這點就是 可能你們買這副耳環要注意的地方 再來呢 就是這一個 我最近常戴的 因為這個是新買的 這個的話呢 我覺得它很特別 它其實就是壓克力而已 因為你可以看到它的材質是 乳白色的壓克力 一個環狀的耳環 那它特別的地方在於 它有兩種戴法 它可以把珠珠放在前面 然後讓這個洞 在前面 或者是你可以 就把它變成一個白色的 圓形耳環 把珠珠放在後面 它就是因為有兩種戴法 我覺得很方便 姐姐女王最喜歡什麼 多用途的東西 再來我們要進入到一個更浮誇一點的 就是像這樣 環狀耳環 那之前呢 其實環狀耳環 從去年前年就一直很流行 可是 大部分的環狀耳環 都是那種銀色 然後金屬的 只有一圈 就 太美亞了 因為我不是美亞的長相 也不是美亞的一個 你知道 年紀 所以我雖然喜歡那個圈圈耳環 但我想要找一些 款式更特殊的 所以我最後找到了這個 它就是金屬的外圈 然後裡面 黏著一整圈小小的仿珍珠 它看起來就是這樣 很 浮誇 然後有一些奢華感 那這個的話呢 我覺得它 蠻特別 但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接受啦 然後再來 有一點就是 它的重量很重 所以我 戴在耳朵上的時候 有一種耳垂被拉扯的感覺 一直有人這樣子欸 然後可能戴個三天之後 我的耳垂 就會變得很福 很福氣 很富貴耳垂 你知道就是 有錢人的耳垂都超級 超級大 所以這個耳環就是 對 有一點重 如果你們要買的話 可能要 你知道 好之為之 那再來我們進入到 另外一個就是 我很喜歡的這個水鑽 流行性的耳環 好 水鑽流蘇耳環 你可以看到它是 有一邊特別短 有一邊特別長 所以 可以帶出兩種效果 就是你可以 有的時候 長的在裡面 然後有的時候 長的在外面 就有不一樣的效果這樣 但是效果很微弱 可能有人 有些人不會發現 那你管我 我就很在意 好 那這個水鑽的耳環呢 就跟上面 我介紹的那個 水鑽的choker 是同一個賣家 那一樣 它看起來都是 嗯 有 精心做好 但是它的分量都很輕 所以呢 它不會 扯你的耳垂 不會讓你變富貴耳 當然因為它的重量很輕 所以你在拿到它的時候 可能會覺得它有點廉價 但你看它的時候 不會覺得它真的是一個很便宜的貨色 因為呢 其實你仔細看 它在這個水鑽與水鑽的連接之處呢 都做得比較密集一點 所以不會看到水鑽和水鑽之間的一個接縫軌 因為我在找這種水鑽耳環的時候 其實我有發現有一些水鑽呢 它在這個連接處呢 都會有一個比較明顯的空洞 然後讓那個接縫軌 假如那個接縫軌 做得不是那麼的漂亮 美觀的話 那個接縫軌露出來還很醜 所以最後呢 我就選了這個 接縫軌比較不明顯的 挺美的是否 美吧 美 然後再來呢 還有一個耳環 是我最近也很喜歡戴的 就是這一副 這一副也是長的耳環 對 因為呢 我下巴比較短嘛 所以我戴長的耳環的時候 會有助於我的下巴變長 然後臉型這邊看起來更 更有一個線條感 所以我喜歡戴一種比較長型的耳環 然後這個耳環漂亮的地方在於呢 你可以看到它 它就是一個透明壓克力 然後外面相在這個 古銅色的一個底座上面 重點是它在連接處的地方也做得蠻漂亮的 它也是銅色系的 古銅色的金屬 所以它就是 很有整體感 做的是 不是說超級精緻 看起來很富貴 可是它至少整體做出來是 漂亮的 然後不會看起來很廉價 那你拿在手上的時候會發現 嗯 它有一些小小的份量感 所以它在垂墜啊 還有這個 擺動的時候 這個弧度都很漂亮 然後這個的話 它也很上香 因為像這種 就是你看 搭這種 洋裝也行 然後你要搭 T-shirt 那就再褲 西裝也行 對我死都要說西裝 因為我覺得女生穿西裝很好看 所以我喜歡 找一些比較中性 然後 什麼服裝都能搭的飾品 然後再來還有一副就是 這個耳環 這個耳環我也覺得它 很漂亮 你看 它就是 是 金屬的 然後不規則的 一個流動感的 奇怪形狀的耳環 形容不出來什麼 然後它下面有一個銀色的珠珠 那這個耳環它 我覺得它做得也蠻好的 第一個就是它的那個 鍍金的樣子呢 看起來是漂亮的 然後 本身是沒有什麼小瑕疵的 看起來都是精緻的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它也是有一點小小的份量 一點點啦沒有很重 其實像這樣子不規則的耳環呢 也是從韓國來的比較多 因為韓國一開始就是從那個 壓克力的不規則耳環開始 那只是這個比較不一樣 它是金屬的 所以更有一些華麗的感覺 再搭配比較素的衣服的時候 會更有一個 精亮的效果 讓人家一眼就看到這樣 最後我要介紹兩對耳環 應該不是很多人會理解 可是我就喜歡怎麼樣 我沒有在care你們 我買東西覺得我自己爽的好 反正是我自己要戴 很任性的一個人 好首先我先講一個 你們比較可能會理解的耳環 就是這一副 這一副耳環我覺得它特別的有個性 它算 它就是一個 你知道 就金屬的一些小線條 然後下面 套著兩顆玻璃透明的珠珠這樣子 那因為這兩顆透明玻璃的珠珠呢 其實就像是我們那種 圓形的透明玻璃魚缸一樣 它是中空的 所以這個就我覺得很特別 也像一個泡泡在耳朵上 然後一樣它都是很長 剛好可以到鎖骨 所以你知道 臉可以不用看 看鎖骨就好 那這個耳環就是人在動的時候呢 它會有一個像這樣子 就是很像風鈴一樣 它會一直轉方向 所以我覺得也是一個蠻特別的 很可愛的一個小地方 這樣子 然後這個耳環 的賣家比較特別 它就是一個獨立設計師 所以它裡面有非常非常多一個 它自己設計的耳環 我覺得如果你是一個不想要賺耳環 不想賺飾品的人 可以去多看它像這樣子的獨立設計師 那當然這副耳環就比較貴一點啊 兩三百塊或是三四百塊台幣 大概這樣 然後再來最後一個耳環呢 可能真的不是有太多人可以理解它 因為我之前有戴過 就是這個 斷帶的耳環 那它這個斷帶也不要看它喔 它這個斷帶是 很好摸的那一種 是貴的斷帶 有那個質感 然後再來我喜歡它的原因就是呢 有三種帶法 就是 有一個圓形的耳環 然後下面穿斷帶 它這邊有兩顆珠珠 然後這個珠珠是可以拿起來的 所以你可以把斷帶拿掉 然後改成帶一顆珠珠 這樣是一種帶法 然後你也可以改帶兩顆珠珠 這樣是一種帶法 然後你也可以再帶三 就是不要珠珠 這樣就是一個圈圈 或者是你也不要珠珠 只要斷帶 所以你可以有 四種帶法 是不是很划算 你買一個耳環 你可以有四種帶法 多棒啊 然後再來呢 這個耳環的話呢 其實我會比較不建議 兩個都帶 我通常就是帶一個 因為我覺得帶一個的話 比較有個性啦 那帶兩個的話 可能會有點像對聯 跟你說 恭喜發財紅包拿來這樣子 好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希望你會喜歡這支影片 那所有所有的視頻的連結 只要是它還有在賣的話呢 我都會把它放在下面 資訊欄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你覺得喜歡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個like 然後新朋友的話訂閱頻道 然後開啟小鈴鐺 也可以追蹤我的instagram 就這樣 掰掰 好那如果你現在有聽到一些 紙的聲音 有可能是因為胖胖在旁邊 因為它在舔那個膠帶 它有一些異物癖喔 它很喜歡舔膠帶 它很 可能很享受膠帶那個黏黏的感覺 跟它的那個 舌尖上的毛呢 就是那種 逆向的那種 刮感 它可能覺得很開心 所以它一直在旁邊舔 我沒有要理它 反正它不要把那個塑膠 那個膠帶吃下去就好 它一舔就給它舔 我是一個 就是美式教育型的